這裡啊 主要是紅派的另一端 當然喔 主要是紅派的另一端 他們的衣服也在另一端等著他們 來 我們是黃朋友 如果你想要帶一下我們的喜劇 在後面啊 那個光芳的感覺 哇 是的 請黃朋友分享一下 謝謝 這麼多的小禮物已經被搶到一空了 哎呀 其實表示我們這個 大辣的妹妹喔 好 我們來一次呢 又長一下 我們來歡迎我們新人 再一次的上牌 哇 你看到喔 我們的平均已經很相當的美麗喔 其實呢 這一次追焦號 這女人啊 然後我們所有的交流連 都擺在我們美麗的新娘身上 好 我們新人上台 當然我們的攝影師 我們的攝影大哥 也要準備好你們最好的角度啦 因為接下來呢 我們新人上台 除了這個 跟我們親黃好友 再次的打聲招呼之外呢 有一個相當特別的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左手邊 這個可愛的浪漫 幸福的浪漫小屋喔 這個粉紅色小屋呢 裡面都是我們這個親朋好友 特地寫給他們的祝福的 一個小卡片 所以呢 當然喔 我們新郎新娘 待會會會 這個準備五份小禮物呢 要送給 抽出這個五位相當幸運的 親朋好友喔 然後他們寫的這個 到底有什麼祝福的話 待會呢 也可以在這個卡片上看到喔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來我們的幸福小屋 我們也邀請我們的 新人往前往前 對的來到我們幸福的小屋 哇 我們這個所有的親朋好友喔 寫上你的祝福 那當然呢 我們要抽出五位 相當幸運的親朋好友喔 當然什麼禮物呢 我跟你講 我們新郎真的是精心準備喔 來 我們先抽出 來 第一位 來 要這個 來 要這個 來 學長 當然是早生櫃子最好 一箭雙雕啊 這個是哪一位呢 黃怡安 哇 你寫的真的是太貼切了 一箭雙雕欸 來 我們來 那個學弟是不是 來 黃怡安 上台 上台